這個國家你今天一直從頭到尾 你知道我們立法委員在生氣什麼 我們在生氣你根本不知道 你到底是中華民國的法務部長 還是中國的法務部長 不要這樣污衊我 絕無是污衊你 是污衊我 對不起 這個游委員各位請回 這個游委員我 我能不能用一點時間跟你說明 發生什麼事情好不好 這個根據法務部的這個給我們的 這個他們的這個會開會的會議通知 跟這個短短就是短短的兩頁的會議記錄啊 狀況是這樣啦 就是因為1月發生這個馮某人啊 在菲律賓的這個爭議 所以法務部在2月就開了這個會 那1月發生什麼爭議呢 外交部堅持要把人帶回來 但是法務部覺得不應該這樣 就把人帶回來 那是這個就調查局說的 在現場發生的爭議 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如果有錯喔 因為我不是在質詢啊 有錯馬上糾正我喔 在座位上就跟我講 糾正我 所以在這邊發生爭議了 外交部要把人馬上帶回來 那所以那個時候為什麼會發生 剛才黃國昌委員質詢的說引述 大陸這個馮處長是不是這樣 這調查局說的在現場發生的爭議 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如果有錯喔 因為我不是在質詢啊 有錯馬上糾正我喔 在座位上就跟我講 糾正我 所以在這邊發生爭議了 外交部要把人馬上帶回來 那所以那個時候為什麼會發生 剛才黃國昌委員質詢的說引述 大陸這個馮處長 是不是這樣 是請說 這個部分上次我在那個 國防外交委員會 有跟黃國昌委員做一個報告 發生正義的問題是說 在那個當下 他們要我們找法務部 轉高檢署然後找地檢署 找一個地檢署的檢罕官開G票 然後讓這個人在境外的時候 人身自由被限制 然後到落地的時候 他的自由是被限制 然後可以做筆錄 然後移送到某一個地檢署去偵辦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問一下說 那有沒有捐證 那就沒有 所以他們問我們的時候 我說沒有捐證的話 我們不可能說有一個檢察官 他們是誰 是外交局 當時調查局有跟我們聯絡 上次我有提到 調查局 調查局是代表 那個菲律賓案子是 最早調查局來叫我們開G票的 我知道 調查局是代表法務部 是法務 法務部的 就是如果簡約講的話 就是說要我們去找一張 找一個檢察官開G票 讓他們可以走這個強制 刑事訴訟的強制處分的程序 那因為我們 就是查了一下說 台灣我們沒有通緝他 所以我們不能給他做強制處分 然後我們檢察官手上也沒有案件 所以也沒有辦法做處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用刑事訴訟的程序 來做處理 那我跟大家報告 目前外管 協助我們這些國人在境外 他發生犯罪的問題的時候 他的程序是用保橋護橋 急難救助的程序 那今天所有的問題 為什麼就說好像都集中到法務部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們是用保橋護橋 急難救助的程序 所以他們不能對他們做任何人身自由的限制 可是他們又認為說 他們在境外有個犯罪行為 他希望我們能夠給他們做人身自由限制 所以馬來西亞案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沒有見證 我們沒有辦法開G票 那我瞭解您的意思了 對 所以調查局 你副處長 您所說的這個爭議是指的 外交部希望限制這個馮某的人身自由 但是法務部表示做不到 所以在那邊發生了爭議 是不是這樣 麥克風打開好不好 主席我想 當時這個人犯遣返的時候 是我在國內主導這件事情 那我想這個 當人犯押到機場之後 這個我們所接到的命令 就是法務部給我的命令 人還押拘留所 因為他在台灣沒有 就是這個人犯還押拘留所 因為他在台灣沒有任何犯罪證據 沒有通緝 還押菲律賓拘留所 這個東西暫時 法務部誰給你的命令 這個我不知道是誰 你不知道 所以是法務部的命令 所以人不要 人還押拘留所 人先不要帶回來 對 但是這個人已經到了 但是菲律賓的拘留所拒收 拒收 然後這個人 這個人沒有辦法 一定要 我們回答之後 一定要上飛機 上飛機再給我們指示說 因為他沒有犯任何罪 我們沒有辦法強制逮捕他 請他自行上飛機 我們的法務秘書及移民秘書 不准登機 我們也就這樣做 但是到了登機口之後 到了這個check-in的時候 那個遣送書上面 就有寫TECO 也就是我們的菲律賓住 台北的辦事處 必須要兩人陪同才能登機 所以逼著我們兩位 移民秘書與法務秘書 又在登機 但是我們給他指示 因為他沒有犯罪 他在台灣沒有通緝 所以他限制他人身自由 對 我們限制他人身自由 依您的說法 就是你們本來收到的指令是 我們沒有要把人帶回來 我們讓他還押他的 菲律賓的看守所 但是菲律賓的看守所拒收了 因為這個人要被他們前 這個等於是驅逐出境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他們不收 所以我們就只好把人又帶回來了 所以您收到的這個指令 本來是法務部命令 您說這個人我們不帶了 讓他回到這個菲律賓的看守所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外交部 外交部這一位黃科長 您瞭解當時的狀況嗎 您要不要也說明一下 這個案子我們就覺得越來越有趣了 跟主席報告 嗯 我的理解是 就是可能沒有調查局長官這邊所說的外交部 然後一定要限制這位馮先生的人身自由 據我在辦理過程的理解是因為 您是承辦人嗎 您是外交部的承辦人嗎 這個案子都是在我們調法師這邊 好 那你請說 有關 我是說有關後續的這個法律的部分 那當時我的印象所及就是我們租外管處 居於維護我們國家主權的一個立場 認為說在發生這種管轄權進何的情況 那因為我們中華民國仍然對這個馮信的國人 有形式的管轄權 所以那我們的外管的立場就是先將這個人 平安的移送回來台灣部分 之後再接續有可能有法國部在進行 後續他在境外的犯罪的這個部分 我坦白講 你請我回喔 我坦白講 跟部長跟副市長說明 我站在一個第三者立場 我覺得外交部的說明比較合理 為什麼比較合理 因為他其實管不管這個人的人身自由 他是被限制自由上了手銬或怎麼樣帶回來 其實不甘外交部的事 比較合理是這樣 那個委員 我跟您報告一下 我覺得現在就是變成兩條平行線了 對 我們處理的是刑事的部分 那只是因為他們在境外說 他們知道這個人有個刑案 在國外有個刑案 要我們開鞠票這不可能的啊 我們手上沒有見證資料 連案子都沒有怎麼開鞠票 雖然說我們有同仁希望我們不要再談這個案子 不過我想這樣子我大概整理一下 法務部至少國兩室的講法 是說因為外交部希望限制他人身自由 希望開鞠票 但是我們的檢察官因為開不出鞠票 所以呢在這邊發生爭議了 那麼調查局的講法呢 是收到法務部的指令 說這個人要還押菲律賓的看守所 他們認為爭議在這個地方 但是呢菲律賓看守所拒收 然後呢又反覆的一下子要我們派兩個人 一下子又不讓我們的人又不能限制他的自由 所以我們的人不能登基就反反覆覆 但是反反覆覆的增結是收到了法務部的指令 說這個人這個馮某要還押菲律賓的看守所 然後呢外交部的說法是 他們認為這個爭執的重點是在於說 他們希望這個人無論如何就是要帶回來 因為他們要堅持這個管轄權 所以這個人要帶回來 那我看到了這個法務部的會議記錄 針對因為你們會議通知是針對菲律賓這個事件 所以開二月這個會議 那麼這個會議外交部的發言 這是你們做的會議記錄 法務部做的會議記錄 外交部的發言是這樣 他說過去啊都是我們要把人帶回來 那你現在呢法務部告訴我們 我用白話文講 法務部說如果不是一定 如果你們法務部要說不是一定要由台灣管轄 要對外管人員及民眾還要多做教育 意思是什麼呢我們過去都這樣做 那你們現在法務部覺得對我們這樣做有意見了 那要對外管跟民眾要多做教育 我的這個黃長我的這個解釋大概是這樣吧 是這個意思嗎 對是這個意思嘛 所以說因為要人你們要通報我們法務部 你們可以去做人道干貨跟掌握訊息 但是外管不可以再去要人了 你要通報法務部及相關機關 然後呢法務部跟相關機關 法務部接到通報 包括外交部跟司法警察機關的通報之後 要會商國內相關機關要 然後再延期是否向外國要求遣返國人 這個作業的程序就跟過去不一樣了 就是法務部要來開會 再來做決定說我們要不要去要人 所以為什麼外交部會說這個做法改變了 我們要再做教育要再多做溝通嘛 沒有錯吧 那如果呢那目前為止呢 外交部所有的程序是走所謂的保橋護橋 急難救助的程序 他是走這個程序呢 然後想要去把這個人呢 就是能夠從這個當地政府能夠把他送回台灣來 這個程序裡面呢 如果他成功了 這個人是很自由的狀態 我們外館不需要有任何一個人去陪同他回台灣 他自己買了機票就回了台灣了 這是保橋護橋急難救助 那現在呢為什麼我們今天一直在談論什麼 法務部管轄權的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爭議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外交部在交涉這些事情的當中呢 發現這個被拘留的這個人呢 他另外設有刑事案件 或者是跟大陸有關的 或者是跟台灣有關的 譬如說講一個比較單純的狀況 就是說這個人呢 他會他如果 你讓我講完 你讓我講完 就是說他如果在台灣他是有通緝案件的話 那我們要通知這個外館的人 讓他要有人陪著他 限制人是自由回到台灣的 不是長 我不讓你講完原因是 你講的跟我的講的沒有衝突 我沒有在罵法務部 你要對我講的如果有意見 你告訴我哪裡講錯了 程序不一樣 不是不是不是 這是不同的程序在做處理的 你沒有在聽我講 我引述你們的會議記錄裡面 做了這個結論 我有沒有講錯 我們現在已經討論的非常細緻了 不是啦對不起喔 我覺得應該要加上一個很確定的一個場景就是當下 副市長 當場在這個當下在這境外第三地當下的狀況 副市長 這樣子可能會更精確一點 副市長 我沒有說你這樣子不對 我只是說這個做法 法務部希望的做法跟過去不一樣 我問了調查局我問了這個外交部我問了陸委會 大家都同意嘛 法務部是希望改變目前的狀態 我並沒有說你們的改變不對 我如果今天質疑指責法務部 你們要辯解可以 我是在澄清 副市長你不用再講了 除非你要跟我說我講的不對 除非你要跟我講我講的不對 你不用補充 我等一下你聽我說明 我等一下會做一個要求 你們可以好好的講 我先把今天的早上的會議 不好意思我又耽誤大家時間 好徐國勇委員 徐國勇委員不在 林俊憲委員不在 姚文治委員不在 高晶宿媒委員不在 高晶宿媒委員不在 高立善委員張立善委員不在 陳明文委員不在 蔡世英委員不在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巡達結束 委員質詢室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禁速送交個別委員基本會 其中包括第一個就是 由美女委員所要求的 2月16號當天這個簽到的正本 那麼請送由美女委員過目之後 因為是正本喔 過目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 有我剛才要求要提供的 這個根據我們 4月18號的會議 通過的臨時提案C的第三點的會議記錄 這個相關資料要在今天三會前提供 然後委員林俊憲周陳秀霞等 提出書面質詢 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覆 然後 剛才關於這個1月在 在菲復律賓這個 逢信這個國人所發生的事件 請調查局 外交部 陸委會 跟法務部 能夠提交書面的 專案報告給本會 這個所謂的書面專案報告 就是針對這個事件發生的過程 跟你們所認知的爭議 到底那個是什麼 我們剛才這個對答其實已經很清楚了 請你們給書面給我們 在明天開會前好不好 這個時間應該夠 就是禮拜四開會前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因為這個 巡大已經結束了 那個主席我剛剛也有講說 什麼資料 不好意思 什麼我不記得 什麼資料 那個 那個通報 那個 是 好不好 這個剛剛顧委員要求的資料 好 我們現在休息 下午繼續開會 哪一個 廢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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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處理 對不起 現在審查廢止案 請問各位委員對廢止案有無意見 如果各位沒有意見的話 是否同意予以廢止 好 那我們就宣告 監獄組織通則 看守所組織通則 法務部介治所組織通則 法務部技能訓練所組織通則 及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組織條例 等案予以廢止 以上廢止案 均審查完俊 擬據審查報告 提報運會處理 不需交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 由召集委員本人 這個說明 上午議程到此告一段落 下午兩點繼續 並案審查 公職人員立議衝突迴避法 修正草案 現在休息 謝謝大家 兩點 兩點 下午兩點 下午兩點 下午三點 下午兩點 下午三點 是